副長郭錫的聘用已經查核了嗎? 您之前有說您會去查郭錫的聘用 他當初那個害我了解 他當初經過黃曹光剛失戀所聘用的程序是走完的 後來因為他協調方面可能有點問題 我所得到的了解就是 協調方面做讓大家造成一些憤怒 所以在一方面當年的工作他也到一段落了 所以就在一年以後第二年就沒有在意 那他委員的問題好不好 部長郭福